就是傳整個的使徒心臟 他們一開始就是傳耶穌基督 從死裡復活這個信息開始的 記不記得彼得他在聖靈的引導之下 他當著眾人 當著那些來自海內外的同胞們 他在他們面前大聲見證說這一句話 一起來念 以色列人來 經歸復活靠 讓基督復活靠 讓耶穌在聖靈中間施行異能 其事實神經 將他證明出來 這是你們自知之道的 他既按著上帝的定指 先見被教育人 你們周見了無法吃人的手 把他印在十字架上殺了 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 叫他復活 因為他也不能被死拘禁 這位耶穌 上帝已經使他復活了 我們都是這世的見證人 因為有這麼多的見證人 福音事工一開始 就由這些人 他們來傳講耶穌基督復活的大好信息 也因為當時的門徒 他們四處的來傳播耶穌基督復活的消息 使得原本僅僅只有120個人的聚會 在一天當中增加了多少倍 三千人 弟兄姊妹 這裡我們可以相信 基督耶穌他今天真的復活了 有那麼多人親眼看見 而當時所有看到的信徒 大家都共有一個心智 共有一個盼望 他們希望自己也能夠因為基督耶穌的救贖 而得到跟耶穌基督一樣復活的恩典 所以當哥林多教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 當然我想哥林多教會的人他們提出這樣的質疑 對保羅來講一點都不稀奇 如果我們知道哥林多斯會在哪裡 我們就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哥林多人他們受希臘哲學的影響甚至 在希臘哲學思想裡 並沒有死人復活的事 因為希臘人認為肉體是被壞的 靈魂則是永不會死亡 在他們的觀念當中 靈魂才是一個人真正的自我 而這個自我只是暫時的居住在人的肉體當中 當有一天人死的時候 這個靈魂這個自我 他並沒有跟著死亡 他也不會毀滅 他乃是會從人的肉體當中脫離出來 這是希臘人他們的想法 下一張 希臘人認為人死的時候會脫離自己 然後死了肉體就死了 就腐化了 但人不會死亡也不會毀滅 而這個剛好跟猶太人的思想相反 猶太人認為一個完整的生命是包括肉體跟靈魂 這兩個是相依相存的 不能分開 死亡也不能夠分開人的靈魂體 而使徒保羅他是猶太人 並且他受過相當嚴謹的法力派思想的訓練 所以他當然無法接受希臘思想當中對人生命的觀點 這就是為什麼保羅他會花那麼長的篇幅來探討 關於死人復活的這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們知道嗎 雖然我們剛剛只念了這麼一小段 但是在哥林多前後書裡面 這個15章前書的15章 是保羅對於哥林多教會整體來講 他所寫的信當中最長的一個篇幅的一個章節 總共有58節 而特別是這整個58節都在討論 關於死人復活的事情 我們可以說 基督教的福音就是以耶穌基督復活做基礎 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這個神經發生 就不會有今天的基督教 而如果復活僅僅只發生在神兒子的身上 並沒有轉嫁給所有的信徒 讓所有的信徒的生命也有復活的可能跟把握 那麼基督教也就不會有鋪天蓋地 蓬勃的成長 好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保羅 在今天我給大家的經文裡 14到20節怎麼說的 我們看下一章 好就這張就在 就這張就在 上一張好 哥林多前書15章14到15節 我們再來第一次請 若人不死人復活的是 基督也做為了復活的 若人真復活 上帝也做為了復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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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你們自己從字面上的這樣子的看法 你會覺得很像繞頭類 這次保羅在告訴我們 信耶穌基督的人 是與基督耶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主在我們裡面 我們在他裡面 我們跟他是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 我們彼此之間是緊緊相連 沒有分開 如果沒有復活的事 就沒有基督耶穌復活的事可以談了 如果今天耶穌基督沒有復活 我們幹嘛坐在這裡 大家怎麼樣都洗洗回家睡吧 然而基督耶穌 他就是真的復活了 那麼就有死人復活的事情 感覺有點像繞口令 但簡單的來講 復活的這件事情 不僅僅只是發生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因為耶穌他以大能證明他是神的兒子 並且他勝過死亡的權勢是以人的樣式 人的身體 人的生命經過死亡而復活 他用大能證明自己的身份 他也能夠救贖一切 福在死亡權下的人 我們看下一張 剛剛我們講到這一張 西浪人認為人死的時候 靈魂他會從人的肉體當中脫離出來 靈魂不會死 靈魂也不會毀滅 而猶太人認為 肉體跟靈魂彼此相依相存 我們不能分開 弟兄姐妹 這個正是我們的盼望 在我們剛剛讀的《使徒信經》裡面 怎麼說的 我們都同意《使徒信經》 我們也都願意這樣做信仰告白 我們再一次來念 下一張 請來 我信聖靈 我信聖兒公之教會 我信聖土相同 我信罪得聖靈 我信聖靈的復活 我信聖靈 各位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用黃體姿來表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教義 我們信什麼 神聖靈的復活 我們信什麼 神聖靈的復活 你說我信聖 我信甲 我信聖 我信身體復活 這件事情何等的重要吧 我們看到《使徒信經》裡面 並沒有告訴我們說 我信靈魂得救 我信靈魂復活 這樣的字句 而是說 我信身體復活 依據更古老的《信經》版本 甚至於說 我信肉體的復活 這樣的字眼 所以我們的復活 不是靈魂的復活 不是身體已經腐壞了 身體是短暫的 身體沒有用處 身體是有罪性的 身體是骯髒不潰的 不能夠帶到天上去 NO 我信身體復活 這樣的字眼是要表達聖經當中 這個極為重要的教義 這個肉體對猶太人來講 是包含了靈魂 因此就是指著完整的生命 基督信仰的復活論呢 就是靈魂體共同的復活 也就是一個完整的身體的復活 復活論的正確性 對於基督信仰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猶太人相信靈體合一 不能分開 但是我們從哥林多寫書 我們就看到 在第一世紀的教會裡面 還是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們多多少少受著希臘文化思想的衝擊 影響 以至於他們會認為 復活指的就是精神不滅 或者是靈魂不滅 而這樣子的人呢 他們也認為耶穌基督的復活 是在屬靈上的復活 是靈性上的復活 而非形體上的復活 弟兄姊妹 你是這樣想嗎 你認為耶穌基督 祂只是靈體的復活 身體沒有復活嗎 如果你是這樣想 那我要告訴你們 非常嚴重 因為這個是異端的思想 因為聖經裡面 精神不滅 精神不滅 不叫復活 復活就是肉身復活 保羅也提醒 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 復活的耶穌 他復活這件事情 並不是偷偷摸摸的 他復活的時候 一時之間 顯給你的看 也顯給其他使復活 所以雅各也看到了 約翰也看到了 還有跟隨他們的 在一起那裡祷告的 一百多人五百多人 他們都分別看過 這些募集證人 在當時都還活著 在保羅寫這些書信的時候 他們都大部分的人都還存在 他們都可以證明 耶穌基督的復活 是身體的復活 是靈魂體一個完整性的復活 因為他復活的身體 跟他死前的身體一模一樣 他不是換了另外一個身體 而是同樣一個身體 那個身體有釘橫 那個手上有釘橫 那個身體在他的肋旁 也有被槍刺到的那個傷口在 基督耶穌他的身體 跟他的靈魂 真真實實的同時存在於 那個復活的生命裡 而這個實實在在的肉體復活 正是證明了耶穌基督 他完全的神性 更直指上帝全輩的咒恩 確實包括身體得俗 我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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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們身體 從死裡復活 救贖才完整 救贖涉及的 不僅是靈魂 還有身體 只有我們的身體 變成不死的 跟不能朽壞的 上帝對我們的救恩 才算是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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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算是完完